好 回到你了 今天遲了一點點 因為今天都非常清潔 清潔得很厲害 我也覺得歐軒的案件 現在是47人案 真的佔據了我們太多人 有這麼說 一些重要的新聞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放了一些經濟新聞 或是科技新聞 例如你講的 豐田找靈智去搞電動車 或者在維港投資裡面 講農業改革等等 但問題是 那些不是我們那範的事情 那些不是我們那範的事情 之外 其實香港現在沒有什麼 不是國安 什麼東西都是國安 所以出現了一宗挺有趣的新聞 RFA大概六個小時前 有一宗新聞 就是香港已經成為了舉報之都 舉報之都 為什麼它是舉報之都的原因 就是62717171的國安熱線 就成立了三年 這三年裡面已經成為了 有四十萬個舉報 而最有趣的是 他現在數成績表 他現在數成績表 他這個成績表很厲害 這個其實是 這個像我表彰大會 那沒辦法的 80億不值 如果他不拿出來做成績表的話 那些議員就質疑 那80億 是否應該給我呢 當然 當然 他現在首先就說 現在實施了三年 2020年 拘捕了的 236人 15至90歲 90歲 90歲都危害國安 大哥 老而不死 我覺得 這個國家應該自己去反省 為什麼15至90歲 人都對國家是懷有敵意呢 140人被檢控 你看先 拘捕了 拘捕了236人 最後要拘捕的就是140人 而這個國安處熱線來說 兩年來收了40萬的訊息 6月就推出那個叫做反恐 反恐舉報熱線 接近收了1.3萬的訊息 他說 讚揚市民提供國安和反恐訊息的方面有貢獻 他說 有兩宗案件是借助舉報 去舉報線索 然後去拘捕人 其實你都很沒效率 如果這樣說的話 搞這麼久才只有兩宗 就算了 就是說很多人都是濫用熱線的 那沒辦法的 你現在在渣馬那裡都叫人閃避球 1.3萬個訊息 你才找到兩宗有用 你不要撼土埋牆去死 那你80億就要拿來這樣花 1個不幸 甚至是很多沒用的訊息 是甚麼 圍內你打給我我打給你 真是好意思說 其實整件事 就是笑話來的 如果你純粹以數字的效益來計算的話 是非常不見得人的 但是你現在看起來 他就說甚麼 但是他也說回一些好東西 譬如說 你現在只是國安 你已經收了這麼多東西 會不會做爆廠 你不會拉多 你會搞到警方都搞不定 那你之前反送中那些又怎樣算 反送中你又拘捕了很多人 那你會怎樣處理 那他就說 還未起訴那些反送中那些被捕的人 我們今天有沒有說過 好像沒有說過 今天沒有說過 但其實讀謀也有報的 相關的東西 那裡大概有6000人左右 6000人就是未去拘捕的 即是拘捕了 但是還未開檔 那現在呢 6236人 是吧 6236人 那他就說 這6236人 就是會終止調查 現在 總共7000人 6200多人 就會終止調查 剩下800人 其實就是理大圍城那些 理大圍城那些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那些 就是會長期折磨你的 大哥 三年 三年才去開檔 三年才慢慢共 那這個呢 其實這個折磨 曾蔭權也說過 大哥 你長期不 你拖著在這裏 你又不知道怎樣去規劃 即未來 很多事情 其實已經是 大哥 這種折磨 差不多 你加上坐牢 其實是長期的 這個好失 很痛苦 這個是 那也是那句 大家 你說理大圍城也好 以照世界七人案 那些就很明顯 是共產黨的監 只不過是說 在香港這個 有人權有法 叫做有人權 叫做有法治外皮底下 只不過是令你 精神上受折磨 肉體上面 你說 比起你在大陸文革的時候 坐牢 其實是沒有什麼 就是這樣 郭榮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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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好像已經在美國 他就說 這個國安舉報熱線 就可以衡量香港 那個白色恐怖的 嚴重程度 的指標 可以當是 但是 他說 他現在這樣看 這個數字都幾匪夷所思 40萬宗舉報 平均每天 最少有幾千宗 即是說 嘩 如果真的有這麼多人 危害國安的話 為什麼警方沒有執法 那其實你是不是 天天都在 在那 即是 你說那幾千宗 大哥 你先脫離開 都很瘋 真的 40萬 40萬 40萬女頭 然後 365 365 就是脫離7百多 其實 即是 730 730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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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郭榮鏗計錯了 每天是550宗 550宗舉報 即是你550宗舉報 你看看可以找到幾宗有用的 其實是 那這個也是舉報 但是如果你說那些 國安的訊息 即是你的報案訊息來講 舉報熱線的訊息來講 是1萬3千個裏面才有2個 不是 你也算錯數 40萬 40萬 除3年 3年 365乘31 1095 即是你每天 就是有365單 每天有365單 是啊 我算錯數 我算錯數都是3位數字 但是 郭榮鏗計了4位數字 這個人 這個人 數學不是他的強項 似乎 文科的精英 郭榮鏗說他是 好了 然後 你每天都要爬那500多 幾百單 大佬 像三百多單 真的 然後 許智峯就說 國安舉報熱線 應該改名為恐怖熱線 即是跟班兆聰 那單 他說 40萬個舉報熱線 跟香港人口相比 實在太嚇人了 那40萬個舉報 你不是說40萬個人 其實你可能在40萬個舉報裏面來說 可能都是舉報 其中有重複的 例如你有2萬單 是舉報香港沒有格子 我們兩個人的 即是 你裡面可以有重複的 也可能有10萬單 舉報陶傑的 20萬單是舉報許智峯的 都可以的 他說整個情況就令人擔憂 你知道 你現在建議即報 或者你報案是有錢收的 那是不是就先報了 他說的是一經確認 其實他剛才跟你說 他有兩宗是靠 舉報的訊息來破案 即是派彩傑派了 有多少錢 好像是五千元 大概 就是派了一萬元 就是派了這麼少錢 整個情況就令人擔憂 影響的範圍不止香港 人在海外 不止是香港人 所有 你針對香港的批評 都會跌入舉報 和白色恐怖的影響範圍裡面 陶傑就說 原來在自由亞洲有節目 他說 現在舉報的數據 現在警方當然是 給別人覺得 是很有工作效率的成績表 但是不是有工作效率的 Sorry 是不是有工作效率呢 我們現在的分析告訴你 非常之沒有效率 很多人報就等於有效率 多人報 你看看你幾個宗可以破案 才是有效率的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 你去分析 大哥 你現在的十一萬三千宗的訊息 才有兩個訊息 有破案 你撞頭埋牆死了 好過 對不對 我相信梁振英 好過 其實梁振英自己也有 每天都在網上去跟進 他說他自己 噢 這麼有趣 他跟進什麼 這個人 就是這件事 他說 他自己有盤點 英國至少有68個類似的組織 在網上向青年人洗腦 他說他有跟進 什麼英國港人組織 什麼英國關注香港組織 他這些名字好像沒有聽過 他有什麼好關注呢 這個廢佬 我只見他在Facebook那裡 現在就不斷在推銷 他那間謀人紙 他一邊推銷 一邊就在 一邊就在 一邊就販賣國安的 威脅 那就有問題了 一個不幸 我們要問 究竟有 那四十萬個 國安舉報熱線 有多少是梁振英打過來的 你那些人 坦白一點 他剛才說 什麼叫做 英國港人組織 我找不到 這個 是不是組織名字 大哥 你報案也好 大哥 麻煩你做好那個 示範 什麼叫做 包括英國港人組織 英國港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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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關注香港組織 是什麼來的 沒有啊 大哥 你作出來的 這個人無中生有 還說數到有68個 你現在說的兩個人說出來的名字都是無中生有的 在網上找到68個 一搜尋就是這個港橋協會 一個就是港橋協會 去英國關注香港組織 根本沒有這個 港橋協會就說了英國港人組織 這個廢佬真的是廢佬 因為他今天出席了一個香港善德基金會 搞了一個叫做國安教育教師專業發展座談會 由國家安全教育通識面面看 老土到暈 原來這麼多國安教育 原來只是讓梁振英開活動 只是去銷售他的謀人子 他說從事國家安全教育工作 是會遭到暢反調的 暢反調是因為你黑人爭 阻礙地球轉 阻礙地球轉也算了 現在你是國家的毒瘤 是香港的毒瘤 梁振英你知不知 他說香港和海外潛伏了影響 香港和中國的政治安全的人 還有一大批 很多人現在還在香港這一片的土地上 但是在水底 他不是在水面 現在是不是在水底裡面 抽乾了出來呢 他就說 這次盤點裡面 找到很多香港人的組織 那些海外香港人的組織 又說自己 我以前 我就挑戰過這些海外香港人 叫他們還香港的身份證出來 沒有一個敢在Facebook應我 我們剛剛開台的時候 也有說過 梁振英是有出過這樣的帖 但問題是我們也說過 就是採他也傻的 不是採他也傻 因為梁振英的Facebook 是很狡猾的 為什麼認不到他呢 因為你自己設了權限 我都按不了你的東西 最多我是按過生氣的 是不是 我根本上回應不到 你自己設了權限 你就說別人不回你 要做朋友 我想回你也不行 才行 是啊 或者你有一個美女的帳戶上 是不是 他那時候被人踢爆 他就有很多美女的帳戶 那就是今天在這個 國家安全教育通通式 什麼叫通通式 真的 這是什麼Term來的 什麼面面觀 或者什麼通通式 哎 這些 你現在天天說 國家安全的人 是不是文盲的呢 沒有人敢回應我 當然是不能回應你 我也不能回應 是吧 如果你要被人 他又怕什麼呢 他怕被人洗版 所以他設了權限 就不讓人在Facebook 裡面回應 加了他的人 就讓他搜尋過 覺得你是一個正正常 他認為你是一個正正常的 就是藍絲他才會 這些就是駝鳥 自己設了權限 從門深鎖 然後沒有人在你後花園 去吵你老母 你就說你自己很受歡迎 這是什麼傻子 真的 回音逼 是啊 他說什麼時候 你給他6,000元 他就肯回來 如果你肯給他6,000元 就肯回來 就不用 現在李家超搶人場 搶得那麼辛苦 傻子 去到這件事 你甚至會看到 因為有這個連續兩年 的人口負增長 你不永加 經文聯不永加 因為那群奶貢的生意人 都開始問 喂 現在你都說你自己 由志入興 那你是不是要考慮 如何去修補這個社會 撕裂啊 這樣 喂 現在是說奶貢的 那群人都在叫救命啊 現在不說了 什麼撕不撕裂 那群人都在說奶貢 那群人都在說奶貢 就是奶貢 那群人都來